我出生成长在重庆 也在英国学习工作生活了17年 在海外时 对家乡的情感变得更加清晰和强烈 这种特殊情感 自根于重庆三环水绕 江峡相拥的自然环境中 这种大山大江的生态格局 也孕育了重庆人 坚韧完强开放包容的个性与文化 春滩港作为重庆六大城市新名片之一 位于两江市岸城市发展主轴的雷星位置 西联长家会东南广阳岛 既是贸易港也是苏流港 春滩保税港向邮轮补港的转型 也成为城市产业升级 经济创新的最佳助甲 项目助力春滩国际新城 打造成为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核心存在地 在功能策划上 以树平台导流量为目标 塔楼以外贸电商总部 电商支付平台 星级酒店 行政公寓等业态 塑造整个片区国际商贸服务的平台 群房商业以未来智市构建智慧化体验型的消费场景 结合TOD地下多元交通输流及服务空间 打造工作、美食、住宿、购物、娱乐、出行、一站式配齐的综合体 成为整个片区300万方商业活力的流量端口 与邮轮中心共同构成带动片区发展的双核驱动引擎 方案概念源自我们对三峡和重庆的深刻理解 长江三峡是江与山的传奇 清荣俊茂,山高水长 顺着铜锣峡,树流而上 穿过寸滩大桥 一幅江山、船、港、城浑然一体的都市画卷徐徐展开 一座优雅别致的地标性建筑 坐落于邮轮母港片区的制高点 如山水画建中走出来的山暖 面向长江,传承文化,写意当代 设计以塔楼群房一体化的与会塑造了简洁有力 优雅舒展的建筑群体形象 有效消解了塔楼一百三十五米 现高带来的地标形象限制 雕塑般的形态构建了真正体现重庆自然与文化 本体的建筑语言 写意江山,重塑地标 成为城市形态展示新高地 对外开放新窗口 如果将地上建筑比作TOD的叶 地下空间就是TOD的根 我们将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 植入阳光沙漏的概念 为埋升三十米的地下空间 导入阳光、空气、绿子 使得旅客进出轨道、换乘公交 寻找车位的体验 变得导向明确、舒适依然 地下空间融合了轨道、公交站场、停车场等 多种交通方式 通过阳光沙漏构建的地下垂直交通体系 可以舒适便捷的无缝换乘 公交站场设置于副一层 集约用地合理利用地形及道路高差 实现缓坡进出 地下车库利用层高需求的差异设置停车夹乘 满足停车指标的同时 减少地下开挖深度 地下轨道站厅在满足人房、消防、后车、疏散等 功能要求及轨道安全防护距离的前提下 合理设计边界范围及树像标高 南北站厅相互衔接 并通过450米长的地下通廊与游轮中心 核心区地下空间形成高效换乘及联动效应 在地下通廊中设计自动步道快速通达 并配套、存包、托运、执机、休息厅、卫生间等服务空间 灑满阳光的节点中体 连接地上公园提升空间体验 依托日均6万人次的客流量 配置合理规模的商业 释放地下进阶的商业价值 打造智慧化、无包化、特色购物体验 总图布局顺应地形、开合有度 整体性强 根据片区交通组织及用地条件 合理设置车型出入口 交通流线外畅内通 车型出入口利用地形高叉直接入库 保障了场地内舒适的步行环境 小汽车、公交车出入口分离设置 流线互不干扰 公交场站通过一体化雨棚便捷落客 地下阳光中停上客 既便于轨道换成 又为商业带来滚滚人流 建筑预留1800平米底层架空广场 及南北架空通道 贯通城市主轴 衔接中轴公园及城市腹地 结合阳光沙漏带来的打卡点震撼体验 使建筑中心庭院成为一个人流汇聚 四通八达的苏流型城市客厅 建筑的微型平面缩短了核心筒的服务距离 也保障了大面宽多角度的景观视野 核心筒上下贯通 电梯高低分区 核心筒高区结合酒店液态合理收分 保障得防率 塔楼中低区楼层面积2250-2950平米之间 高区楼层面积1350-2250平米之间 综合得防率71% 群房将VR影院阶梯图书馆底层架空间 巧妙结合 建筑造型特点 我们将建筑的边角空间转换为 空中庭院 提升环境品质 群房底层 局部架空引导自然通风 屋顶观景平台 及空中庭院的 滤纸 能有效减少热导效应 综合建筑碳排放 并为使用者提供舒适的休闲阳台 和壮丽的城市情况 可活动白叶窗 能有效减少悬光 和调节光热吸收 西侧采用垂直外遮阳 强化被动节能特征 通过雨水回收 中水利用等一系列绿色建筑 及海绵城市措施 使得项目不低于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 项目采用智慧驾驶巴士 实现双TOD地上公共交通的快速接拨 覆盖地上地下空间的5G网络 及智慧导航、智能托运、智慧购物系统 为旅客提供便捷的服务 全信息智能化管理技术 伴随着建筑的设计、建造、运维等各个阶段 塑造全生命周期智慧建筑 我们将建筑和景观进行一体化设计 景观结合现状地形 通过慢行步道系统连接东西崖线 加强各区步行联系 结合现状坡砍崖的富绿美化 植入富土式休闲商业绿色四窗 既消除了现状宝砍 又成为地标建筑面向长江的绿色基地 夜景灯光设计充分体现建筑特点及标志性 与城市夜景融为一体 提供了立体多维的三层体验 我们希望邮轮母港TOD成为存在人性化交通 及未来式消费的高地 成为江与山相遇 自然与人文对话的窗口 成为让城与人共享 活力共创的舞台 让市民们游客们 愿意来出得去 坐下来静下心 品味城市的精致美 享受生活的慢时光